小男孩脱下裤子 瞧着田边看爷爷的坟头撒尿 好一个大小子 一旁的爷爷漫漫咧咧的过来 那是我爸爸 你叫我老爷爸爸 孙子以为只有小孩子才有爸爸 大人生下来就是大人 爷爷耐心的告诉他 爷爷也有爷爷 只不过他们都死了 孙子问爷爷 你也会死吗 要怎么样你才不会死呢 爷爷说 除非时间停下来 你也定 这样你都不会死了 如果只要这样 人就不会死 那该有多好 妮妮再次来到爷爷家的时候 是他七岁那年的暑假 一进院子 他就因为晕车不停地狂吐 爷爷拽着他去洗了把脸 在妮妮恢复了之后 父亲这才说出了 这次回来的原因 媳妇的二胎准备要生了 自己工地那边也忙得不可开交 实在没空照顾儿子 就让他来农村爷爷家住几天 话刚说完没多久 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 就这样 妮妮被留在了农村爷爷家 他倒也不是讨厌爷爷 只是他很羡慕 班里的同学要么去上海北京 要么出国旅游 只有自己被下放的农村 实在有些无聊 第二天爷爷带着妮妮 来田里摘西瓜 爷爷在地里摘 他就坐在边上啃 西瓜吃多了尿急 妮妮直接就对着路边撒了起来 只是没想到 尿得到他爷爷的坟头上 妮妮没想到 爷爷这么老的人也会有爸爸 这一天妮妮知道了 原来大人也有父母 也第一次接触到了什么是死亡 摘完西瓜后的爷爷 又带着孙子来卖瓜 无意间得知 对方竟是自己年轻时的好友 韩玉堂的外甥 爷爷年轻时被安排到三门峡改造 认识了几个过命的兄弟 韩玉堂便是其中之一 回了家后晚上下起了大雨 爷爷看着窗外似乎在思考什么 只见到他拿去手电 走进墙上挂着的相框 上面是四个男人的合影 随后爷爷又找了一支笔 给其中两个人的头画了个圈 剩下的两个是自己和韩玉堂 接着 他又用手笔对着河南省的地图 从泰康的三门峡不算近 爷爷还是想去看看这唯一的老朋友 第二天 爷爷就对宁宁说 要带他去旅游 宁宁很高兴 铺上防水布 带上一床被褥 一个小桌子和两个小马扎 爷爷虽然骑着电散炉就这么上路了 相机的小路很窄 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经过 爷爷躲避对面来车 直接开进了路边的田里 出事未解身先死 小电驴光荣就已 爷爷只好推着来的镇上修车 修车老板告诉爷爷爷 这车充电最多跑30公里 要戒他去三门峡 几乎不可能 无奈这下 爷虽然只能返回家中 旅行延期 已经发了脾气 但爷爷又何尝不想赶快上渡呢 如今老友重病住院 再不快点 怕是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 于是爷爷去找隔壁的哑巴叔 戒他那聊加油的散轮车 哑巴叔不仅满口答应 还亲自教他怎么开油车 在爷爷学会了怎么开车后 哑巴叔没有什么能再帮爷爷的了 只是嘱咐他 如今已经77岁高龄 凡事都多加注意 就这样 祖孙俩第二次出发了 他们一直开到晚上 然后顶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 不仅干净 而且还没有来往车辆 但宁宁看着一旁黑曲曲的玉米地 很是害怕 说这里晚上都是鬼 爷爷笑着说 都是自己吓自己 没见过鬼的人才说有鬼 鬼见的多了 也就不怕了 宁宁让爷爷爷唱歌给他听 但爷爷哪里会 只能唱戏 唱没两句 宁宁先听不懂 于是爷爷便给他讲起了 过少关的故事 爷爷年轻时就像吴子婿一样 家里成分不好 被打球三门下劳改 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当时一起的几个兄弟帮助 才活了下来 所以他无论如何 都想再去见见好友一面 在爷爷的轻浮下 和过少关的戏曲声中 小妮妮似乎真的没有那么怕鬼了 老人在瓦片上放生一颗乳牙 然后顶开瓦片 把牙血推进去 压在两片瓦片之下 据说这样子做 以后孩子再长出了新的牙齿 会比这瓦片都整齐 孙子摸着自己的牙 对爷爷的话半信半疑 将牙齿皱在屋顶上之后 爷爷为了见好友一面 骑上三轮车 开始了一场 横跨整个河南的旅程 爷爷爷来到河边 在这里 他们遇到一个钓鱼的年轻人 年轻人抱怨 这河里根本就没有鱼 你明确说 肯定是它不会钓 随后便找着爷爷 说自己也想钓鱼 没有鱼杆不要紧 爷爷找来一个玻璃瓶 然后在塑料袋上剪一个小孔 把袋子套在瓶口上 再往瓶子里放几块面包屑 就这样 一个简易的补鱼器就做好了 年轻人质问 这要能钓的鱼吗 爷爷却说 只要多等一会儿 慢慢会钓的鱼的 午饭时 爷爷热情地叫年轻人一起吃 谈话间 爷爷得知了他的故事 小伙子三年前 跟一个朋友来附近搞工程 结果生意赔了 被人骗了几百万 从家里亲戚借来的钱还不上了 那个朋友去年扛不住死杀了 他也变得没脸回家 所以他才躲到这僻静的地方避世 有时候 甚至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爷爷听完后 给他讲了个故事 说是从前有个村子里 有一户人家吩咐他的两个儿子 去山上捡火柴 弟弟他们玩没有去 回到家父亲质问他 怎么不见火柴 弟弟为了不被父亲打骂 并谎称 自己捡的柴都被哥哥抢走了 父亲听到后十分生气 无论是非 只要的哥哥直接给了一巴掌 哥哥委屈极了 一时想不开 直接和农药自杀了 后来父亲也因为嫉妒自责 受不了选择的上吊 嫂子也丢下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好好的一个家 就剩弟弟一人 本来他也想一死了之 可看见哥哥留下的两个孩子 还是没有选择去死 但从那之后 他就从不开口说话 一开始是不想说 结果日子久了 就真的不会说话了 而这个人 就是借车给爷爷的邻居 哑巴叔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你无法控制每一件事 就像这河 若是里面没有鱼 你钓一辈子也钓不上来 若是有鱼 终有一天 慢慢的鱼就上来了 这时 妮妮捞起河里的瓶子 众人一看 里面竟真的有一条小鱼 年轻人一直拧巴着的脸 也终于有了笑颜 听了爷爷的话 他决心开始振作 临走前他留下的那瓶鱼 拿了两颗泡泡糖 与妮妮做交换 告别了年轻人以后 爷孙俩再次上路 半山腰上 他们看见了一辆抛锚的火车 司机在路边来了半天 想要去附近镇上买修车工具 都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只有骑着三轮车的爷爷 看他困难 才停下问他 有什么可以帮他的 爷爷提出可以烧他一程 但这令人却嫌爷爷开车慢 于是提出 请爷爷帮他看着车 自己骑三轮去镇上 爷爷二话不说 被答应了下来 可谁知这一等 竟等着呢半晚 也不见男人回来 这是一部闷声发大财的电影 38天拍摄 40万成本 零个专业演员 却狂来奖笑十余个 还顺手捧出了一名 78岁高龄的影帝 作为农民的他第一次演电影 却以最干净 最质朴的感情 秒杀一众鲜肉爱抖 成为广大影迷心中的男神 老人为了见好友一面 带上孙子 骑上三轮 行驶四百多里 横跨整个河南 途中爷爷好心 将三轮车借给了一个 破车抛锚的中年司机 自己则是跟孙子 留在原地等待 在这个过程中 妮妮担心 司机是不是骗了 他们的车跑了 爷爷却不急不躁 还有才是跟妮妮 坐了个小风车 直到太阳逐渐西沉 男人才姗姗来时 他给了爷爷五十块钱感谢 但爷爷坚持不要 随后他又塞给了妮妮 司机是个大德烈烈的北京人 当得知爷孙俩 要去三门辖驶 便提出可以载他们一程 在帮他们把三轮车 装进货柜里之后 一些人便朝着目的地前进了 路上司机有感而发 说爷爷真是难得的好人 同时还不愿抱怨 去年自己拉了一车机 结果在路边翻车了 他好不容易从孙子里找人来帮忙 结果车是弄好了 但一车的机都没了 一整年白干了 所以他一直认为 这路上就没有好人 爷爷倒是开导他 好歹人家帮你把车推上来了 要不然你连车都没了 但司机仍然觉得 这路上没有好人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他们遇到了一伙拦车的人 司机一看又摊上事了 原来是这里撞死了人 肇事就跑了 家属就拦着路过的车问人要钱 显然 司机已经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 随手掏出十块钱就想了事 爷爷则说 想下去看看 他把那五十块钱给了死者家属 林林则是把其中一颗泡泡糖 给了一旁的男孩 司机觉得 这老爷子还是太天真了 这样很容易受骗的 但爷爷却说 人家肯定有人家的难处 再怎么样 活人也不能跟死人较劲呢 第二天早上分别时 司机给了爷爷一张明片 说这路上自己认识很多人 有需要给他打电话 他就叫人来帮他 经过了长途跋涉 爷算了终于来的三门匣 可没想到刚进车没多久 警察就找了过来 三轮车也被扣了 原来就在爷俩刚出发后的两天 儿子回到家找不到人 经过打听后才知道 他们去了三门匣 可老人没有手机 只好报警在三门匣蹲点 从派出所出来后 父亲还在一直不停地数落着爷爷 随后便带着儿子 去消警队处理三轮车的事 爷爷没有去 因为他还记得自己为何而来 爷爷一边走一边打听 终于来到了三门匣医院 在确认了门牌上的名字后 他静止走了进去 多年未见的好友再次相见 韩玉堂已经坐不起身了 他激动的热泪盈眶 没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再见上一面 然而相距总是短暂的 甚至不给两个老人多一点机会 爷爷得回去了 约定好下次再来看他 然而两位老人心里都清楚 这次说不定是最后一面了 爷爷回到家后 才发现哑巴树已经死了 几天前他还把车借给他的好友 如今已经躺在菜地里了 他这一生都在悔恨中度过 而他的两个侄子也早就把他当成亲爹了 只是很遗憾 到最后也没能再见一面 爷爷则是安慰他 人都是要走这一关的 很快暑假过去了 你那怎么跟父亲回市里 但他闹着脾气不想回去 就跟当初不想来一样 在父亲的催促下 他不得不上了车 直到面包车消失了很久很久 爷爷也没有回头 突然 他摸到了剩下的一颗泡泡糖 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的他 决定尝一尝 可没脚了下地发现了不对劲 竟把一颗牙给拽了下来 只是爷爷没有放进瓦片里 而是随手丢在了路边 冬天来了 雪下得很大 爷爷躺在屋子里 电话响了很久 爷爷一动不动都没有去接 还好 爷爷还活着 电话那头是韩玉堂的儿子 他的父亲昨天走了 老人走得很安详 孩子们都在身边 并且嘱咐儿子说 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是活着的时候能见你一面 特别满意 爷爷没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之后 在那张老照片上 又挂了一个圈 大雪纷飞的白天 白人坐在家门口 点上一支烟 唱起了那曲 过勺关 过完了一关还有一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 那边不见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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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